日前,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 《关于正式公布144项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价格的通知》正式生效 其中,音乐疗法康复项目的新增引发了关注 音乐治疗顾名思义是运用一切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形式作为手段 使患者在音乐治疗师的参与下 通过各种专门设计的音乐行为 经历音乐体验达到消除心理障碍 恢复或增进新生健康的目的 冯玉书作为一名有着音乐治疗专业背景的心理治疗师 已经在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了11年 期间累计为上万人次的来访者提供了音乐治疗服务 音乐治疗在我们医院呢 就是我们通常都是我们的患者是焦虑症患者 抑郁症患者以及心身障碍患者 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大脑它会分泌一种叫做内肥胎的一种物质 那么也可以使我们达到一个愉悦的状态 这是在生理的层面可以帮助到我们 另外呢就是它也可以帮助我们 达到一个情绪宣泄的一个目的 冯玉书介绍 院内的音乐治疗分为个人和团体治疗 每次治疗约在40分钟左右 疗程较长 单人治疗主要以治疗师的引导为主 团体治疗互动性更强 会让来访者各自选择不同的乐器 组成乐队以抒发内心的感受 冯玉书坦言 中国的音乐治疗发展较为缓慢 直到近年来 以音乐 绘画 舞蹈 戏剧等方式的 表达性艺术治疗被更多运用到临床中 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相较于传统的心理治疗 表达性艺术治疗方式会让治疗不那么严肃 能更好的与来访者建立起一个治疗关系 冯玉书就曾见证了一位情绪低落 自我怀疑的患者 从选择音量微弱的三角铁 到选择更加外放的鼓类乐器的变化 患者在演奏中找到了自由和自信 我觉得首先艺术治疗 特别是音乐治疗 绘画治疗等等 它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方式 患者可能他的接触度也比较高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我们用这个 不会太快地去暴露 太快地去弹到自己内心中的一些创伤等等的 那么音乐 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容器 可以让他陪伴他 慢慢地从内里面走出来 同样见证了不少来访者变化的 还有就职于一家专注音乐治疗的公益机构内的音乐治疗师吴玉琳 不同于音乐门诊 吴玉琳所在的机构不仅为特殊人群提供服务 也为想要舒缓压力的一般人服务 因为我们从14年开始成立之初 我们就服务于像是一些成都市的这样的一些官方的救助机构 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更多的一些面向社会的一些服务 包括我们在玉琳东路落地的一些项目 那么其实涵盖的服务的玉琳东路周边的居民 同时 该机构也会提供有关音乐治疗的培训 推广服务 说到这里 吴玉琳笑着说 现在学习音乐治疗专业的师弟师妹们可算是有福了 十多年前 我刚刚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学习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的师哥师姐毕业继失业这个状态 但是现在近几年 我的师弟师妹 他们的就业面是广了太多太多了 因为有大量的医院 康复医院 然后自闭症的干预中心去招收音乐治疗 但中国音乐治疗的发展仍存在着欠缺 如国内没有音乐治疗师资质的官方认证 但作为从业多年的专业治疗师 吴玉琳和冯玉舒均认为 随着音乐疗法纳入医保 或许音乐治疗的发展会更加系统 规范 音乐治疗专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好